恶狼的神沙瞬机居然能打退祈遇 上一话我们说到 龙极天然水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变得巨大无比 被恶狼跟S级的战斗吸引了过来 但是直接被祈遇一拳干得稀碎 此时的祈遇已经来到了恶狼的身后 恶狼也注意到了祈遇 我是一意 一拳超人员作版的内容 我们继续说 恶狼转身过去 看见散落在地上的天然水 什么 瞬间秒杀了鬼级以上的怪人 在恶狼的印象中 天然水仅仅是鬼级 天然水实际的灾害等级 恐怕已经在龙上的等级了吧 无所谓 是谁都行 恶狼脸色阴沉 看着面前打扮天然水的这个人 祈遇还是一脸淡定 少年你谁啊 在这里做什么 祈遇的话还没说完 恶狼的一拳已经来到了祈遇的面前 祈遇轻轻摆头 恶狼的一击落空 拳风锁过之处 地面满目疮痍 祈遇很是疑惑 你小子这是干嘛 你是想找我干架吗 干架 刚刚那些S级英雄以命相搏 在你看来仅仅是干架吗 在我看来 你就是躲在角落里面 不敢出来的杂鱼而已 不是干架是什么 你在做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不妨解释一下 首先你是谁 跟那些家伙干架 是在玩怪人的过家家吗 恶狼很是愤怒 果然是一条杂鱼 一点都不知道我的事情 就来到了现场 我现在看起来像人类吗 难道不是看上去 就跟路边摊一样的怪人cosplay吗 你头上的脚 是你自己做的吧 你不会想靠着这个 就能自称为怪人吧 原来如此 你已经做好死亡的觉悟了吧 在被杀之前 也要耍耍嘴皮子 向我挑衅吗 真是让人生气的家伙 但是在我看来 你这身装扮更像是cosplay呢 要是英雄的话 为什么不鼓起勇气 向我挑战 只会在那里耍嘴皮子 你小子不是A级吧 是C级吗 还是就算努力 依旧差距很大的B级 如果是B级的话 你现在的心理 倒是典型的B级心理 你这样的对我来说 根本无足轻重 放着不管也没事 喂喂 这跟排名没关系吧 只要摧毁了S级跟A级英雄 英雄协会就会土奔瓦解 到时候你们这些无能的虫子 也自然会消失 你这个垃圾 不值得我出手 我才没有兴趣 杀一个凭借兴趣当英雄 只是玩玩英雄游戏的一般人 你不也凭着兴趣 想做怪人吧 我都好心放你一马了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呢 如果我也是兴趣玩玩过家家的话 那你不是更没有必要跟我干架了 当然有必要 看好你们这些吃饱了 撑着整天干一些损伦不利己的笨蛋 不就是英雄的工作吗 还有这些S级被揍得跟照片一样 我总不能亮着他们吧 不对 我怎么能说出这么帅气的台词呢 我也觉得哪里不对 就你小子没有可能击杀那个邪恶的天然水 一定在哪里还躲着一个S级英雄 你因为我是杂鱼 所以对我没兴趣 我也因为你是怪人cosplay 对你没有兴趣 但是我还是要抱怨几句 半夜三更你别在这里吵得不行 我的头都要凸了 说句实话 齐玉 你的头凸了 跟这可没关系 你说什么 我是附近的住户 为了提醒一下邻居注意一下噪音过来看一下 一回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变成火箭升天了 虽然说小混混喜欢折腾 但是也要有个度 先给我道歉 不然废了你 原来如此 心底里不希望我是怪人 为了打破绝望的状况 选择用人类的方式跟我聊天 那家伙的内心还留有一点人性的话 就能听懂我说的话 是这个意思吗 这混蛋在那比比叨叨说什么呢 到底哪里来的熊孩子 真是麻烦 我的名字叫做恶狼 也被称为英雄猎人 你就是恶狼 杂鱼英雄也听过我的名号吗 所以呢 知道了你又怎么办呢 是抱着奇迹发生来挑战我 还是继续找借口以为不战斗不逃跑 就能解决事态 我现在就要去杀了那个孩子 你要无法在这里阻止我 小鬼就会死 因为你的无能而死 那边可没有什么小孩子 小孩子在另一边 你说的是那个躲得很远 一点都不可爱的那个小孩子 对吧 恶狼 就是因为你垃圾的演技 我实在看不出你哪里一点像怪人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是什么 这家伙在这么暗的地方还能看得这么清楚 有夜市能力吗 算了 先把你打到跪地求饶再说 说完 奇迹 一步 两步 朝着恶狼走了过去 拳头已经握紧 把我打到跪地求饶 我没听错吧 你居然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是不是不想活了 既然握紧拳头对着我 此时的奇迹已经来到了恶狼的面前 你在害怕吗 白痴 听到这句话 恶狼已经坐不住了 瞬间 极快的连打打在了奇迹的身上 碎石蹦剑 一时间无法看清战斗 打完以后 恶狼很是自信 你已经被我秒杀了 落小的家伙想要伸张正义 就是这样的结果 随着烟雾慢慢地散去 奇迹在原地一点事情都没有 即便秒杀众多S系的恶狼 也很是惊讶 在惊讶之余 奇迹普通轻轻的一拳 直接打在了恶狼的脸上 恶狼直接飞了出去 不知道飞了多远 拥有强大力量 却用来作恶的家伙 基本都是这个下场 刚才那次攻击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强大 大概属于很强的水准 但是第一次 有怪人对我手下留情 竟然只是一个想变成怪人的人类 但是你太天真了 他已经看到了这一切 开玩笑的吧 怎么回事 刚才 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 恶狼从碎石之中 直接站了出来 天真 你说我天真 恶狼瞬间来到了奇迹的背后 一爪子 准备对着奇迹的脑部攻击 奇迹一个过肩衰 直接把恶狼丢在了地上 恶狼吃了两发奇迹的攻击 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强的逆天吗 好不容易才了结 为什么这种货色会在最后出现 世界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混蛋 恶狼再一次站了起来 奇迹很是兴奋 这个家伙还很精神 此时的恶狼正在大喘气 奇迹看着恶狼 怎么了 你的心脏衰竭衰竭了吗 别硬撑着 这是众多武术中融合的呼吸法 这副身体还没有办法使出全力 正是为此而准备的 用不着彬彬有礼在那里待机 真正天真的人应该是你吧 我只是期待而已 你很强 强得不可思议 认识到这一点 我也非常的兴奋 喂喂 闭嘴 那种像是形容必败无疑的台词 已经说够了吧 每次奇迹出手 对手说这种台词 好像都被奇迹一击解决了 恶狼再次调整呼吸 来吧 此时奇迹看到恶狼摆出了架势 对了 这个家伙好像是帮鼓那个老头子的弟子 我打飞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思考间 恶狼无数发的连打已经打了过来 攻击如枪林弹雨一般 一直不间断地对着奇迹攻击 但是奇迹轻松躲避 这个混蛋搞什么 明明都是先无用的动作 却凭借着动态势力跟反射速度 避开了我的招式 此时奇迹一拳 对着恶狼打过去 恶狼躲避 这个体术外行的家伙 恶狼蓄力 神杀 瞬机 无数发拳头打在了奇迹的身上 仅仅只有一瞬间 那个奇迹 居然被恶狼打到后退了 恶狼的实力还在不断地增强 吃下奇迹的一拳 再加上一个过肩摔 居然没有什么事情 虽然奇迹根本没有用实力 但是恶狼的神杀瞬机 居然能打退奇迹 恶狼的实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我是羽翼 一拳超人原作版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